迎接另一个晨曦 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 轻微不变差 想跳满轻衣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因疫情延迟一年的 东京奥运会终于开幕 而郭金金担任 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评委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不过这一次 他不再适宜运动员的身份回归 新身份甚至比裁判的身份还高 郭金金宣布重返替毯 霍企刚做给力后盾 下架货架多年 郭金金带给霍家的利益 远远大于霍家财产 郭金金重返替毯 郭企刚鼎立支持 东京奥运会已经开幕 想必这是大家最近关注的事情了 运动员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大家的心弦 但不负众望 不过运动员凭借强悍的实力 目前拿奖数量 暂列世界第一 不过除了运动员的优秀表现之外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郭金金 情缘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旁界娱乐 北京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地地 流动中的美丽 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在太阳下奔向呼吸 在恍惚地刷清 成绩 郭金金出生在河北省宝定市的 一个普通家庭 郭金金的父亲郭树中 在铁路工作 母亲翻译媒 曾是乐凯交聘唱的工人 当初同意郭金金去学跳水 仅是出于 让喜欢跳水的女儿身体好 然而郭金金的膝盖骨 有些外突 这会影响空中造型 于是郭爸爸 不得不坐在女儿的膝盖上 强行压腿 这个时候郭金金 疼痛的汗珠就会掉下来 每一次为女儿压腿 也是对郭树中 和范玉梅的煎熬 尤其是郭妈妈 一度想让女儿放弃跳水 但小小年纪的郭金金 便坚持了下来 郭金金11岁 进入国家队后 郭妈妈要将自行车 搁在行李山上 一同托运到北京 直到女儿在国家队 站稳小跟 拥有一些比赛奖金后 范玉梅才结束了 与自行车 一同进北京的日子 中国 我爱的祖国 给我幸福 给我快乐 你有一双手 我有一双手 创造世界奇迹的中国 当年郭金金还是运动员的时候 霍启刚就对郭金金一见钟情 喜欢郭金金在比赛前 稳定沉着 好不退缩的模样 霍启刚说 以前得知郭金金 要去香港访问 特意看他 一想到可以和郭金金合影 当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 每当霍启刚带着 巴林去队里 找郭金金的时候 队友们都会帮 霍启刚说好话 都会在郭金金身边 劝上齐取 这一点让郭金金 非常反感 尤其是说到 霍启刚是豪门的时候 郭金金会直接了当地说 霍启刚是豪门又怎样 我还是世界冠军呢 霍启刚虽然遭遇到了 两次嫌弃 但并没有放弃 而是一直对郭金金 穷追不舍 并且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不论自己工作有多忙 郭金金每一场比赛 都能看到霍启刚的身影 她不仅自己来看比赛 还带了自己的弟弟和妈妈 一起来为郭金金加油 在她的心里 早已经认定了郭金金这个媳妇 自从两个人恋爱 郭金金每次比赛 霍启刚比她更紧张 特别是2008年的奥运会 她更是紧张到不知所措 她说很害怕金金没有拿到冠军 到时候网友说是和我谈恋爱了 影响了她的发挥 事实证明谈恋爱 根本没有影响到郭金金的发挥 只要有郭金金的身影 金牌就毫无悬念 左手拿金牌 右手牵霍几缸 事业和爱情双丰收 郭金金妥妥地人生赢家 两个人恋爱八年后 开始进入婚姻 跳水环后嫁入豪门 他们结婚的消息 在网上炸开锅 这个消息一出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对于嫁入豪门的郭金金表示不紧 甚至有人说郭金金高趴豪门之类的 但是霍几刚对此表示 郭金金从来不是嫁给他 而是一种下诈 等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傲气 他从来都不比别人低的 是的 实际上可能有千千万万个富豪 但又有几个奥运冠军呢 郭金金在这种程度上 已经充分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不比别人差 在去年武汉疫情的时候 他捐出了七千万的物资支援 面对国家 郭金金能够做的就是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公益事业上 能够有自己的建树 不管被人怎么议论他 他依旧能够活出自己的姿态 他就是十分自信 能成为自己的女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